台东是台湾唯一一个没有228纪念公园的城市 在228关怀协会多年的奔走之下 在2014年建下了这个228纪念公园 虽然说台东228纪念公园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让全台湾都有228纪念公园 当时的市长陈建格也在旁边种下了黄椰植树 象征希望幸福和和平 台东也有一段原住民保护200多位公务人员的英勇故事 228是77年前历史的惨痛之间 我现在旁边的是22870周年的剑走活动的牌子 那在这偏僻的山林里面为什么会有228呢 让我带你们一探究竟 我们今天来到台东延平的卡米沙渡树园园区 我们今天不是带你来旅游的 那是要来干嘛的 呃我们身后是上礼派出所的旧址 现在是卡米沙渡树园区 走 这是卡米沙渡树园区在77年前是上礼派出所的旧址 被男族同母马士里带着200多人来到不毛族的传统礼物 我比228的灾难 是卡米沙渡树园区 228是历史的伤痕 我们要治愈伤痕 就要诚实面对真相 除了这一诗228以外 我们还要不断的反省检讨 继续历史错误的教训